但是呢 曹老師當然是在這個議題上的一個高請被文史工作者 然後他也出了好幾本書 而且也參與了那種博物館的應該是設計的工作 然後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對這個議題有一個特別特別的感覺 那就是我們才剛從善導師那邊搬過來沒有多久 然後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很多人對善導師的記憶其實還是那一邊的記憶 然後很多人還不知道善導師已經搬來這裡 然後也有不少人來了之後可能也覺得 這個地方跟過去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那個記憶有某種的斷裂 好像那一個善導師永遠就存在那個地方了 然後也許在這裡又在這個地方又要重新新的人 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在發展成大家的共同的 對於新的一個時期的責務的記憶 我是希望他能夠繼續下去啦 但是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子呢 就是一陣子 然後就是一群人的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 而這一個建築物的轉換其實剛好凸顯了一個滿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記憶沒有那麼簡單的 跟一個地方就是一個一里的建築物好像都沒有關係這個樣子 那剛好曹老師他就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然後他今天也來跟我們談不少事情 我想在這個地方應該曹老師會先從這一個地方開始談起吧 因為這一個地方本身就有非常非常獨特的一種 可能不同時代的人的集體記憶 我也是聽老一輩的人講 我才知道說這裡以前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那我就先 我就把半顆風交給曹老師 我想他會告訴我們 設計一個什麼地方 大家晚安 都吃過飯了 如果還沒有吃 請點餐 非常謝謝第二老師 本來只有幾次好像都是這種大咖主持的 受寵若驚 這次主要是陳吳崇老師 他來這裡以後跟您來聊一聊 他說 欸 請很特別的 你也要說一下 確實這裡很特別 但是他沒有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所以他給我做了一個禮物叫做 糟味的地方 就是很多我們印象中 記憶的地方 或記憶的實體的空間 事實上都不斷在不見 都留在記憶而已 所以拜典書之士 好像很多舊照片不斷的回來 告訴你從前怎麼樣 欸 這個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那這個就牽涉到所謂記憶這件事 當然嚴格來講 我想 丁老師非常清楚 尤其在歐路 集體記憶怎麼樣變遷到今天 它是另外課題 所以今天我想 我們會從三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大概就是 我所知道的 我在做的 這個幾年在做的工作 那當然跟我的記憶有關 第二部分我想 透過初步的整理 稍微整理就是 有關於歐路 集體記憶這件事 是怎麼過程 我們怎麼理解 然後我們又怎麼去看我們自己 這蠻重要的 所以第三段 我也以這個立島延續 我參與最多 也最關心 雖然它是一個邊緣的地方 我們到這裡 它一向在我們的 老一輩的記憶裡面 叫做青島通路三號 那多少也是因為那本書 帶來晚近這七八年的影響也不一定 有一本書 袁世宏一師寫的 我幫他處理 我就用青島通路三號 這個就是 我有意識到說 他的記憶跟我們的記憶 還要接著會 用什麼書而已 但是我們拿到書 我們大概不會去這樣想 這個就是在這裡我分享的好處 另外我還有一本叫做 同一年 接連半年出的兩本 其實前面都在準備好 另外一本叫做流氓高速 那個就是立島的 眾都無垢 這個總的入口是另外一件事 這個要一點時間來談 那如果這樣的書名能夠變成我們記憶的一部份 也許那個書達到一定的小目的 那我們知道這裡 這個地方是 如果說二二八的犧牲慘烈 接下來八十恐怖一樣慘烈 二二八的無法辨識 他的記憶空間 多數的人都是失聰 所以你走 都不知道 到今天都不知道 那如果說 剛剛有人說要想瞭解產生生意 如果就這一點來講 二八人去哪裡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在國際上 轉型生意的處理是非常大的一個貿易 台灣怎麼會這樣子 那八十恐怖呢 很多的一位從這裡審判 如果沒有送到馬桑林 就是牆壁的地方 會送到馬桑林 多數從這裡送到華山 坐火車去記憶 他有些情況坐火車去高雄 然後就送到魔杀道 在這些年的口述跟書館裡面 多少都已經具體的把這種情況做一個大結的標述 只是我們的社會並不清楚 所以我也很樂意來這裡分享這種記憶跟我們的關係 所以當青島東路三號 我們在 這不是我們做的 他在開畫的時候 他就會去開始用空間的方法去找 過去的檔案是怎樣 過去是什麼面貌 過去是什麼面貌 那過去是什麼面貌 留存在那個照片嗎 還是要留存在受難者的記憶裡面 那我們又怎麼跟他們連結 事實上台灣這些空間消失是非常的快 這裡大概在 剛好前面 我大概也在那邊三後半 我們兩個的婚禮就在那裡半 所以那個對我的記憶是一成一成不太一樣 以前那裡是飯店的記憶 可是對我現在來講 我有往前連結到 五六十年前 六七十年前的 不是記憶 是來自採訪 留下來的 晚信的 也是記憶 那像錦美他就會用這一張來表達什麼 他告訴你 那個照片以外 這個模型可以透露什麼信息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信息 那我們這裡現在是什麼地址 鄭江街三至一號 其實是整個地塊 你可以看到整個地塊 青島東路 以前的周奧西路 鄭江街 之前北路 全部包圍起來 這條路是那時候是沒有的 這整個就是過去的陸軍 日本跟日軍的用地 那現在變成飯店的那裡 看不清楚 那台南呢 也曾經電話說 15號裡面有幾個送到那邊去過 大概一陣子 那裡根本 比台北變得更快 除了現在已經第三家飯店 在那個整個block裡面出現 大義弟子 菁英 還有一家叫什麼 才剛開的 那對面我們說藍賽圖 第二個藍賽圖 第一個藍賽圖本來是在那個台南路 現在第二個藍賽圖就是大義弟子對面 那裡是什麼地方呢 那裡是就是建議管理人員的宿舍 現在變成一個文創區 所以這樣才看 也許我們台灣真的變得太寬 快到你很難留住你的記憶 所以今天我們可能會回頭來看 到底我們記憶的過去是什麼 然後呢 除了個人記憶以外 有沒有集體的 共同的 collective的memory 也許 我不知道這裡應該文化恐怖分子 也來談過好幾次 那他們有沒有談過集體記憶 跟這些恐怖分子關心的地方 在西方的關係 那這個呢 很微妙 一般我們都會去關心空間 關心實體 因為那個容易進入影響 所以在西方 研究那個記憶空間 跟人的關係 很早就開始了 可是東方文化裡面好像 沒有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從更大的來看 今年2019年 11月9號上個禮拜 是不是記憶很快就過去了 但是你如果有注意看新聞 柏林回想 倒了三十年 那現在柏林的情況 每年在 應該說紀念 不能說慶祝 紀念那樣子的日子 他們用很多idea去設計 我今天都很棒 都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當然今年 包括我今天剛到 我外面很多人 都是跟 一定那個晚送中有關 今年晚上 那這樣的日子 或是這樣的年度 我們是不是應該記起來 當然剛剛有人說 看了玩笑 那玩笑也正好 今年出來 我想這個都不是故意安排 我認為它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所以某一種記憶的偶然 跟基地記憶 可能會有參照的關係 那比較是歷史性的 譬如說 70年前的戒嚴 我們恐怕不會去連結起來 1949年 我一直認為它是台灣最重要的 除了奧拉帕之外 最重要的要記得的一個年 還有519年 那一天 公布戒嚴之後 台灣什麼時候是 有希望的日子 尤其對很多奧拉帕家屬 那今天就是沒有人的 希望 所以 很多人要出來了 很多人要 離開啊 用腳來行動啊 那 從這裡來對照 香港 最近在討論的 怎麼讓人出來 這件事 不能說直接有關 但是這個在記憶中 恐怕會產生一些發酵 我們知道在1959年之前 在台灣 因為白氏恐怖 1949年戒嚴 已經槍斃多少人 恐怕我們也不知道 有書 現在再給我問 順便打書一下 自由遺展裡面 最重要是後面 我是要夾帶後面那些資料 因為沒有人會去公布這些 但已經整理到現在 這次應該要公開 那邊 我們整理的死亡名單 有1099塊 那我想這兩個都是全部 那一年呢 到了1959年那一年 已經槍斃上千 那隔年 就是太陽事件 這個也是要記憶 雖然不是剛好是9 那是1970年 新歷年 新歷年 在初二 發生的死亡 那 這個在5到10年前 恐怕很少人談 可是那應該有媒體的關係 比較多人就談 談太陽事件 那當然今年 最近在談的1979 什麼日子 每一道死亡 你看 逢久這麼多事 四周 還有再來10年 1989 正南樓 摘毅瓦 別系智慧 民主如果不是天上掉下來 不是親而易己 那我們的記憶恐怕要追回來 要去連結這件事情 帶給我們的啟發 那目前為止我看 不見得 不見得它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 我是往前走沒錯的齁 像這個部案 人間館的景美營區 他想要表達什麼 表達人在這裡 在青島公務商道的時候 這種擁擠狀況 那20年前的查訪就這樣描述 到今天也是這樣描述 那更細膩的描述有沒有 記憶中好像抓過回來 那這種記憶都是騙斷的 當事人也一樣 甚至他們從這裡第一批出發 哪一天都受不准 很多都說 1951年7月8日快到夏天了 還是6月 後來是因為經過了三四年 我就開始做查訪了 經過三四年 2004年看到檔案 都有記錄說 這個人什麼時候送到立島 那就確定了5月17號 所以呢 晚進這20年 因為我們也在那邊辦了 第一次的大選磨動 那個可能是空前結後 不可能再有 為什麼 很多人都走了 都到天上去了 甚至有的家屬也走了 不要說當事人 所以我們對這種記憶到底是怎麼看 他要傳達忍忍忌的感受 用這樣 這個不是批評 就是說 不管他通過各種方法來傳達 他到底做到沒有 這個很值得討論 這次上一頁我是用那個 這個 我們會的邀請 去那 傳達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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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平台大家都來了 有沒有發生所謂的collective memory 好像不確定 因為我們的博物館事業 還沒有發達到那個階段 可是在國外 我最近看了一篇 英國哪一個大學的博論 直接就一個地方 採訪32個人 就變成一個博論 921 他是用那樣光光跟那個人的情感去連結 怎麼去了解 各種人來到這裡 他發生了什麼反應 所以我蠻 今天好像比較少年輕人 我蠻介意的 年輕人 去關注這個 不是只有關注歷史 其實他某種程度 真的過去的記憶之外 他也在關注未來 因為這個顯然是我們還沒有掌握到 好好掌握到的一塊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 有藍本書放到那裡 希望各位能夠畢名指教 唉 我要倒回去了 好 這個今天我希望從個人記憶 記憶理論 到我們稍找的遺產 來談談 兩隻手好像不夠用 這個人都是從20年來做的 可是在網路上或在市面上 你的視覺記憶恐怕很少 但是我覺得很寶貴 他說寶貴不是我們做 寶貴是在那個時間記錄了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都不在 不只記錄了那些人 還記錄了那些人在什麼地方 我們也曾經來這裡採訪 在對面採訪 告訴我們這裡是什麼地方 看那時候在這裡是怎麼樣 諸如此類 這都是DVD 那有一些是網路上已經有了 都有英文版 所以如果外國人有了解 都有英文版 書就沒有 那這幾年 包括自己 或是一些工作夥伴出的 也不少 或者是說民間自己出的 真的不少 那這些有沒有概括 我的判斷 如果你真的願意了解白色恐怖 這些書 我倒建議說 各圖書館都有 然後把它集在一起 讓你一次能夠 花一個月兩杯把它看 我很有把握說 當你看完以後 你會延伸更多問題之外 你會對整個擺設恐怖 有更 概括性的了解 而且甚至會推演到 228 戰前後 我們這些長輩 他們怎麼走過來 尤其 所謂說 他們自身日本精神的世代 其實就是日本教養 講日語的那個世代 他們到底怎麼走過來 他們的精神跟我們的精神 都不一樣 這是在你 在你 我大概不太會去 談到說 紅白對抗 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 在生命的過程中 這些人的付出 他不會只是 正式立場 不會只是紅跟白 這樣子的分法而已 所以某種程度 我們要重構我們的基地記憶 其實跟現實社會有關係 我們今天怎麼演變成說 你的記憶跟我的記憶是分裂的 很清楚 長期社會封閉 不讓你知道很多事情 你的記憶自然分裂 就像我也碰過 我也碰過 在上上尾也碰過一個學生 他說他很想了解轉型真意 我說你幾年幾 他在高山 你不是要準備生前嗎 他說沒辦法 我真的很想了解 你可以告訴我 什麼叫轉型真意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英文好不好 他說還可以 那你先看英文網站 紐約的轉型真意中心 然後我會跟他寫了私信 鼓勵他 然後他後來就不自覺說 怎麼辦 我媽媽是超級安穩 我其實蠻能感受那種心情 不是他能家庭的記憶分裂而已 是那個世代其實不同的記憶 他轉換成行動 轉換成投票 轉換成政治立場 竟然可以差這麼大 而且無法溝通 其實這個現象不是今天才有 從台灣開始選舉 尤其民主化解嚴之後 講到民主化現在不太坦亂用 因為蔡菲林前輩說 我們50年代那時候不是民主化的一部分嗎 我想他看得對 所以協志好像也不懂 當然說 台灣1980年代開始民主化 那這個就是很多不同的記憶 帶給我們的一些思考 我們就會從不同的角度開始去理解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個人的記憶 我覺得非常特別 這本書 店長我們這裡還有嗎 我覺得他非常值得看 因為他小小一本 裡面澎湖到很多問題 你沒有辦法一次解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這樣的地方 總統去年去 國家那間博物館掛 那蔡菲林當場說 誰殺了我的朋友 總統回應了 總統回應了 我聽到了 我聽到 隔天 在台北掛牌 新月人聯繫去 正式成為人聯繫博物館 然後另外一個社長者 60年代的陳總統 我們政統 不是陳總統 他說 我很想要知道 誰殺人究竟我的 fate 總統給說 points 雖然那天不是總統確 後來總統在那個 第一次的儲罪儀式 是大家那裡聽到的 所以我今天 東想西想 我應該除了告訴大家 哲午有這樣子的文想之外 我也要提醒大家 選票可以做什麼決定 如果我們的選票 帶著很清楚的聲音說 我們集體共同需要好好的轉 好好的進行轉型生意 可是台灣有沒有這種聲音 很弱 那這個是我們共同 必須去承擔的 因為不是誰有辦法掌控這樣的時代說 風向往那裡去 我們知道轉型生意這幾個字 來到台灣也不算久 可是你說它的變遷的進程 快不快 從社博物館來看 蠻快的 可是一外面我也在擔心 它快到我不知道要幹嘛 真的沒有批評的意思 因為都是新的事物 你沒有辦法去面對這些新事物 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做法 你沒有辦法帶給我們共同的記憶 那像這張照片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風景 看看 我現在從我們的市集裡面去記憶一下 我跟你講 這個是從立島的舊接役 就是現在的白色恐怖的立島園區 往台東班 這種照片有接啦 那接的都在幹嘛 柏金正在屏東重點 他是陳孟兒前輩的兒子 那陳孟兒我們也應該放到我們腦子裡面 因為這兩一年要走了 這二十年如果沒有他為立島的後出 沒有辦法讓我們找出這麼多東西 那從於他的兒子帶他走後 也想了解爸爸到底去那邊做什麼 他知道他一直常常去立島 那我也聽不過他常常講說 我生命比較佳就是剩這條事 可以做這樣嗎 我都要轉換一下 因為以前我聽到做的那些不刺激的就 眼睛就掉下來 這樣不行 這樣就要說 王爺爺 不能怎麼說 上座也不會說好 我要你去 你不能去 好多次都這樣子 然後 偷考一下 他要過世的前兩年 已經去街 回到家裡 那種講話 我都帶什麼東西去 我就帶那一位也走 希望講理解 我覺得那個哲虎應該也可以推廣這本書 他是白色恐怖第一本會本 那性價位這麼棒的一位女性 也種種離開 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 王爺爺 在第一次住院大概半年前 就是要故事這個年前 就看他 然後握手 他說 話都講不太出來 而斷斷續續 力 大 怎麼樣 事情 力度 安全 一年都差不多等幾個月了 我們也只能安慰他 我說 OK 跟我問 問了 照理就走 所以 這網邊的我自己個人的記憶 那他會多強的帶動社會 大家一起來的記憶我不知道 他知道 所以這幾年就 集中心力做一些出版 因為太多資材沒有整理 那 這一位呢 是一位無聲人 客家人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客家族群在台灣的特殊性 除了文學界已經早就離過 為什麼那麼多文學家都在客家族群裡面 恐怕不是這樣標籤就可以回答 應該後面有更多的故事 我覺得萊文可貴是 他們的經歷跟衝擊一直在 包括我們剛才看到這裡的那個判例的地方 也是客家族群寫 他是少數日本時代的 航空衛星學校的學生 那個比我們的那個什麼空氣優秀還早 就居於日本 他的故事我覺得也很精彩 那個如果拍的電影應該也很好看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出的那本是2004、2005 距離現在很多15年 可是那個時候可能 我怕很多人都忘記了 有這樣的故事 我們 腦圈裡面都會記得比較當下 可是呢 今天成為昨天也就忘了 很多 所以 變成說你要追手機 你要超過很多媽媽 出傳是一個 那 他是一個美容客家人 他的特殊是說 他的小孩子四個 被抓的時候 批腿已經正肚子 可是第一個 能然是帶著他的難友被槍斃的 其中名字的一個字 是他小孩子的名字 從這個名字 後面三個人更是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字 其中這一位叫做 蔡米歐 那 葛利尚今年096歲 他大概也 不是很方便 還好他活這麼久 那他 出這一本 其實後面都有一些背景故事 我實在是他想出的 因為他自己原來自己出 用日式的漢語寫文 那一般我們現在的魚皮匠 就要 有這些文理人家裡漏 他說看不 語意也沒辦法掌握 這另外一個課題 我們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 以言對我們來講是 只是反彈 就像青島通路3號的 袁世宏醫師說的 他說 我這個是五花肉的寫話 什麼叫五花肉 五花肉不是很好吃嗎 他的意思是說 他小的歷史我給他小 所以他的文理 插日本、插中文、插台語 還有戰後的學習的北京 那這一個呢 不太一樣 他是年輕的時候 歷智要到日本讀書 也因為這樣的歷智 到他出義之後 他靠他的技術 他學機械 而且公司先讓他們家族的過代 他一直承接 做得很好 所以我認識他我就發現說 哇 這樓下怎麼這麼公開 我本來不是要說的 先說而已 還說公開 我是慢慢了解說 後面其實都有一些 不一樣的精神 這些精神 跟我們認識他 是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嗎 但我想問 絕對有關係吧 他是真正參加共產黨 地下主持 那為什麼他活下來 這是歷史的無難 也是歷史的必然 他要留著活種吧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活下來 很簡單 在匆忙中抓那麼多人 緊急情況下 一兩年 三四年 抓來大堆人 漏網之以一定有 他命不開絕 所以大家在立島出來 進去立島兩次出來 第一次出來 就是跟蔡炳宏 靠在一起 蔡炳宏的紅 在他兒子的身上 在他們書店 去年才新出發 一年六月 第一次發表會 那裡的嘛 我其實很想 訪問這樣的家族 為什麼他們家族 在父母親的帶領下 願意站出來 其實 你不要想 反正我牧的家族 到現在願意 整個家族站出來 少之又少 不是智慈拉桿 我就會站出來 那這個如果 以研究來看 在國外來研究 也會非常多 尤其大途上 那不同的家族 不同的地方 來著 他產生怎麼樣子的情況 心理書籍 心理書籍 心理書籍老闆 只要是獨立書店 有機會我們去那邊走走 分享一下 我都願意 所以我剛剛講說 在臉書寫說 如果再三張票 要讓政治人 會聽到說 台灣不徹底轉型正義的話 台灣的民主 就沒有辦法確保 政治主權 沒有辦法確保 我剛剛講說 他們太快了 但是反面的過程中 國外的經理 好像台灣不走不行 尤其你不是聯合國會的國 你要轉的更好 國際商業者要看中你啊 不然你怎麼保障自己 假設你是聯合國會的國 聯合國會獨處你 你們國家面對過去 怎麼會這樣子 很多評比都不及格 這個在21世紀開始 聯合國已經有開始有一些標準了 你看這個阿里桑 在去年寫了一封申請書 他要知道 他的這一位蔡秉鵬這個朋友 原來判五年 為什麼送回來這裡 送來台灣 被蔣介石批 是 事情 那到底事情要怎麼 蔡利島 因為傳遞資料就要死嗎 如果不如果 請這個標準來看 那你要去追問這個原因 恐怕也很難 好 我們有沒有看到順利 我不是特地要點出順利 是 當我們了解歷史的一點一滴的時候 就發現事情變得那麼簡單 從我們過去既定的記憶去判斷事情 孫地人在孫范的正義性還蠻高的 如果其實現在《空派出發》北京 全部看過的話 我是看了不少 那也加上採訪 前年採訪兩位孫范的將軍的 跟一個宗教的小孩 你發現他們的角度完全不一樣 那是記憶發生問題嗎 真的不知道 那我唸一下 他這裡怎麼說呢 他說 近五十年以後 胡大陸 這位我有點死已經走了 蔡利蔡秉皇身體 這裡原本出了 是他來這裡 我這裡拿檔案 原來已經到了後年05年 他要送去給蔡秉皇的兩位妹妹 在洛杉磯 後來他妹妹來了 我們也有見到 那些判決書 能不能作為真相的紀錄呢 看你又更生氣 知道哥哥為什麼會這樣子 五年變成死刑 那個會長怎麼說 我在蔡秉皇的時候 只是小小的經過者 因為怎麼樣 第一次送回來的時候 兩個人靠在一起 蔡秉皇很歇氣 一直跟他講說 哇 各位事情 回去每天可能不算 真的不算 這樣骯髒的無邪 他現在當然這樣看 他難過了一輩子 所以我要提出這樣申請出 整個案件 從頭到尾 他認為是機關不實 罪證滅造的 蔡秉皇等人 以受判決解送令 然後再為判斷密案 當然 我也覺得不太可惜 他怎麼密案 然後再判斷 好啦 縱使有密案 有沒有證據說 密案是要再判斷 那什麼是判斷 這一追下去 真的沒有人沒了 他被激壓在令 我知道這些都不可能 我還很清楚他能受容護獻 請求過一位總體調查 給予薩米宏家 是英文補償的賠償 一個26歲的小孩 就這樣子走了 所以當然 我承認他這一輩子 一直記著這件事 所以會當初的人 後面的原因就在這裡 他原來寫的是自己硬 沒有辦法公開推廣 他會說 我知道你的聲音 你要讓大家知道 對嗎 不然我們快來清理你 我就定清理 你現在清理還不錯 前年 前年 你快看看 所以很快 三四個月就幫他再出來 那他還講到說 這是風傳媒2018年的報導 其實事情的 知道這個事情的記憶 對我們來說已經是 2004、05年的事情 可是要到社會上能夠報導 過了十幾年 可是縱使報導出來 有多少人知道 有多少人理解 這個後面到底怎麼回事 恐怕也不容易了 好 我們把白色恐怖的 先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 蠻有趣的一個 另外一個對象 台灣社會的變 真的非常快 我們現在恐怕不知道 李永志老師是誰 其實他在 尤其現在在回顧台灣民主法 他絕對是民主法過程中 學界一個很重要的人 尤其歷史學界 帶了很多學生 跟鄭堅林老師一樣 那他的書呢 他的唯一故 是他的女兒叫李毅雲 現在是鄭道的老師寫的 李毅雲剛好在這裡 講了一段 家族記憶 個人記憶 跟幾里記憶的看法 這是故事的景頭 書寫的過程很像在拼圖 很多常見的斷片 而靠姑姑叔叔們 共同級圍役 這些脆片 常常是大家在聊天 撈出來的 就像哈佛瓦克 有人翻成哈佛瓦克所說的 集體記憶是這個人 開始發明出來的 以集體的時間 作為張考手 平衣一物 然後有人成才 人的圍役往往是 不能去 需要被召喚 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 不斷定證 就是這個哈佛瓦克 跟 Pianoa 記憶的場合 這是他的寫法 那現在我比較掌用的是 記憶所細之處 那個是代替堅老師的態義 集體記憶是不一定的 有時候兄弟姐妹會對同件事 有不同記憶 有時候有些事 只有一個人記得 在他他提起之後 其他人 哇 原來如此 這個 今年過年要不要試試看 家族聚會一下 然後呢 台灣的家族很沈默 希望我的家族經驗這樣 我看來家族比較快樂一點 但是也某一種沈默 很多事情不能摸 真的 像我業務 有一個體態 憑體態 先來看看他有沒有今天 簽名 那個體態裡面呢 我覺得是他記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呢 他生前沒有跟鄧英格兒女講 一檔案以後才知道說 他是小隊長 二三十的日本軍的小隊長 裡面有他們隊的名稱 然後沒有一個人的薪水 我們這些哥哥弟弟姊姊 他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斷 就斷 爸爸 那時候的記憶的線索 就斷 可是爸爸 記憶的影響有沒有 我結婚的時候 他家人問 他家人說 那個人是不是外省 我媽媽說 我爸還找個故事 我媽媽說 那裡王小姐剛發生 我不是那個客家 我也是客家就好 我奇怪 我們家不是住了一個 山東來的 外來未來的外省 家庭嗎 樓下有一家 兩家 不是很好嗎 生活了幾十年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把焦糖白色恐怖的記憶造成 這個是長大 尤其做這些事才知道 所以我如果是要寫我的記憶 我怎麼慢慢開始寫 不是啦 有在幹嘛 那 剛剛講到哪裡 這兩年陸續翻出老照片 開始用照片來記憶 物件 具體的東西 書信 老闆上更是在記憶的 可能找出來 一頂頂一包圍 這個是為什麼公館不得不靠物件跟照片 幾乎以往的過去 就叫做 最有趣的 周邊那個年年阿公 那個是阿嬤嗎 過去的阿嬤啊 沒有記憶的 這本書叫邊緣的自由的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值得看 應該是值得買 不是值得看而已 好 更多的故事與孫茶空那個世代的挑點 其實大家講阿公 我也在接著說 只耐我們上一個世代 或上上個世代 尤其他有經歷過清朝 我真的採訪過壽亂子 他從清朝開始講到阿嬤跟他講的故事 開始 有趣喔 所以去採訪不會只是採設本 希望他所有基金能夠回來 最好 那當然對一個研究者 或對一個歷史學者的後代 書寫記憶這麼重要 當實體記憶的承載者 消失以後 留下著微有文字的歷史 常常被記住 先進者用身體記住當下 這當然是希望用法 身體記住當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體驗 後來者透過書跟文 他用書文 這個新創名詞 應該是 可以說是 就是 想像過去 想像力有部分是天生 部分是社會化系統 這有點社會學的自豪 文貴對過去的想像是模糊的 來自書物歷史的記憶 我本來以為他寫錯 第二次我就發現說 沒有錯 他可能就是要這樣用 那是一種沒有身體的 也當消滅的狀態 當想像力 無法跟上時 我們的時 此刻 也在真空的世界裡 沒有開開 沒有結束 沒有延長 沒有他者 沒有我們 記憶必須有的敘事 才能扎根 綿綿 而永遠 這是我在書寫這本書最大的主題 我覺得應該歷史訣竅的合理 才會有的理由吧 好 第一段先暫時結束 第二段開始 第二段開始會用唸的 因為這個都是別人寫的 或是書界寫的 如果邀老師要我這個PPT 沒問題 大家如果要也OK 反正都已經公開了 沒有什麼PPT 我要介紹的第一本 其實現在書非常的多 都是英文多 記憶的讀本 那它的書界怎麼介紹 過去20多年中 其實不久了 2011年 意思就是說是二十世紀末 1990年到出版 很早有術語或概念可以以 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集體記憶 相比美 實際上這個術語的使用 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領域 到達政治和新聞領域 所以如果要研究的話 你恐怕政治新聞通通要去涉獵 那社會學他更不用講 集體之語出現在權力中間的話語 其實就講政治啦 和世界主要報紙 當然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的頭版 那麼目前的記憶感 興趣的崩潮 不僅僅是時尚 它是一個標誌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也是瞭解我們當前的社會 政治和文化狀況的重要關鍵 因此學子和學生領域的其他人 採用集體記憶的概念 集體記憶起源於社會界 就是剛剛講的阿博法科 用於指導他們探究多樣現象 儘管如此 對術語及其考證領域的埃異 起源應用 當然存有它的混淆 雲霧漸漸有撥開 但是還蠻多難採清楚 包括我今天講的 我媽在第二次跟委託大家 怎麼說都會有不一樣 不過這裡有一個參考線 就是說 它顯然是今天的社會 怎麼看過去這件事 產生的一些連鎖關係 不是只你讀歷史 是廣漫的過去 包括昨天 包括前天 包括過去的任何時間 這個讀版提出組織安 評估過去的成果和當代代理解記憶 標的一項的問題 貢獻 組合開創性 我本來找到的經典 之前未翻譯的300文獻 和當代地標文章 成為該靈異教學研究的創造資源 再選擇並採用 回該靈異心理的生活故事 基於悠久歷史的背景 戰場最近的創建 其實觀眾不是很好 主要編輯前介紹 當代記憶研究的有用的過去 有用的過去 你認為有用你就拿來用 沒有用你可能會把它遺忘 那這個書有五個部分 前導 經典 希望的一些經典 從阿里斯特開始談 從希臘 阿里斯特開始談 佛拉圖 阿里斯特的怎麼樣談記憶這件事 我想跟葉濤老師的專長政治學一樣 哲學一樣 不要衝 那個時代開始談 他們談這個不會有事樣談 歷史記憶一樣很好 潛意 政治和競爭 沒有理想傳播 記憶 正義和當代 正義和當代是指 包括轉型真意 那這本書很厚 91篇 另外一本 這個是歐陸觀點 它叫文化記憶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用中文去理解他們的英文意義可能不太大 因為應該要直接從英文去了解他的意思 其實經理記憶跟文化記憶 他們已經開始有點脫鉤了 也不太一樣的狀態 這本手冊 這個也是一本手冊 代表了文化記憶研究的跨學科國際領域 國際學科的文章 為讀者提供了文化記憶研究關鍵的概念和圖徒的概述 這本書有網路PDF 你也知道前文 抠下來 現在真的很方便 字典也不要抱字典 裡面包括社會學 政治學、歷史、神學、文學研究、美理研究、哲學、心理學 神經科學 文化記憶研究正如手冊中所定義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哈佛瓦克的研究作品 集中在過去二十年間 剛剛其實有一本書有點雷朗的說法 二十年間好像記憶的爆發一樣 各個國家寫歌真正的興盛 西方社會 因此對文化與記憶的關係研究 以前多樣化為多種方法 講到這裡 其實他這裡講的記憶 前面加到文化 不是記憶文化是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跟記憶記憶的脫鉤就是很差別在文化 就是他更廣泛的告訴我們說 記憶可以透過各種文化的媒介 跟可能放到空間來記得 那這樣的過程是怎麼來的 這計畫大概就是很簡單的重點 我們所知道的過去和我現在力準的這個時空 怎麼去知道過去 怎麼去評價過去 這種交互作用 到底能列制到多少 進入到的倒帶誇 成為記憶 本書提出了在社會背景下 研究個人記憶的概念 情理和家理記憶 國家記憶 國家記憶言文為妙 如果台灣是一個潛新國家 我這麼想像的 他的體理記憶跟他的文化記憶 我們要去做什麼工 是來達成 或者說他做不到 或者在歷史的未來 他又被扭轉 或又被翻轉 人類歷史就這樣子 可是當下我們應該可以做什麼吧 這裡出現了 記憶所欺之處 要清稿的話我們要聊 這裡有討論就完了 對不對 劉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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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嗎 這個已經變成英語世界的一個專業名詞 就是英語也看得懂這個什麼意思 不是謀文 這是另外一本 這間很有名 這大家都知道 總部在倫敦 你們兩個圖的文化 Memory study 應該有出資料 收刮殆盡 你要討記憶的 來這本給你 你就會這樣 為學生和研究人員提供嚴重性的空間 包括該領域的辯論 交互作用和未來的課程 本書分為六個主題 理論案觀點 無法物件 無法案社會事件 他這裡的分法就有一點連結到我們剛剛講 第三個 公共跨國安轉型記憶 跟轉型正義也有關係 好 記憶的技術 這個在西方世界呢 追溯很遠 第五恐怖暴力案章 遠的大屠殺 近的921 都在這個書裡面被討論 當然沒有白色恐怖 也沒有2%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我們的英文 真的真的很重要 拜託我們國家的各種機構 我們應該要讓英文上 很多機構都沒有英文 人去把沒有英文 人去看看他的英文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台灣在進行傳言 只有七十爆炸以外 你不用利用今天這麼方便的網路科技 那標還要是需要什麼 標還要說英文人才 還要追的人才 這本書呢 用社會學 人類學 哲學 生物學 電影研究 媒體研究 檔案研究 文學和歷史 的國際寫者 一起來齁 本書著重該領域的核心問題 其實通常指出記憶的新方向 記憶研究的新方向 當然這個很多人也都知道 這個就是哈佛瓦克 他的背後又涉及到他在 好像在其中一個故事 我印象中好像在其中一個 所以那個西方後面的記憶 跟這些研究者 跟知識 跟他的人生 就是跟巴雅米一樣 跟奧山前的那個 生命突然就消失了 太多了 保羅策蘭 他關於基底記憶的工作 所是提出了這個問題 他成為社會學史上的一個中央人物 這裡有沒有學社會學的 我知道圖爾幹是始祖 奧古 他是圖爾幹的下輩奧歸 那這一本是英文的潛心翻譯 他說 人類的記憶只能在基底環境中 發揮作用 其實夜晚進的社會 我們找到的例子夜多 你的記憶恐怕是別人的記憶加起來 然後你跟著人家一起記憶 就是我們共同在這個社會裡面 定義我們的記憶 那個人的記憶就回家自己 除夕夜 然後出衣來吃飯的時候 加完加量意見 開玩笑 哈佛寡克斷言 集體記憶總是有顯著性的 不同群體的人有不同的集體記憶 這反過來 又會產生不同的集體模式 所以哈佛寡克表明 幾個世紀以來 聖靈的朝聖者 如何引起耶穌生命事件的 揭然不同的形象 這個在西方的日子書裡面講得很通 化國富裔的老家庭 如何記憶過氣 以新貴財物大相近平的過去 如果你想了解那個大革命的意思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工人階級的現實建構 與總產階級的建構有何不同 通過這個翻譯者 阿芝加哥的學者 這本書成為歷史社會學文化記憶 新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來源 那我也因為不是全懂 看了這些書以後 大有幾話就開始試著寫了兩篇論文 一個已經是九年前 就是東亞和平國法的文化記憶 台式文化記憶在台灣的紀念國法 其實我要說的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圖南山跟喜少長都已經在天上 他們兩位的所謂日本精神到底是什麼 我寫了半天想到最後就是 這就是台灣人精神 就是你們的台灣人精神 你們怎麼都說日本精神 不是他錯 這就是文化記憶帶來的還沒有轉換 那上上個月我也在台門寫了一篇 博物館製作戰爭文化記憶 其實都是為了紀念喜少長 我沒有要特別張揚的意思 我只是說 真的這些資料派給我 能做什麼你就去做 就這樣子 那另外一套書很重要 大家一定都很容易看 可是要看很多片 我也已經看很多片了 也常常忘記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 欸這啊 這麼多人看出來會不會卡 我不知道畫文怎麼樣 聽說是 因為錢漏出版好像20年 戴利堅老師是這麼說的 他說1984到1992年間 三卷七秤 就是Pianoha呢 邀請了上百位一流的 法國當代一流的學者 完全是歷史學家 收入135篇 五千多頁 五千多頁 是 法國史三十年來 晚盡最受蜀目的出錯 這三策裡面呢 是顯了一些單邊 跟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譬如說 法國的自行車大賽 法國的國歌 法國的國旗 這些意象都很清楚了 那 我是 很多次從國務館文獻去看 就發現法國網文獻裡面 也有很多討論記憶 那討論記憶 也必定會討論到 Pianoha 大家都閃不開啦 還有這個什麼 國族 複數的法國 各上策 1992年全部出版 這家安倍到錢 聽說 花了八年來錢 才全部翻完 那 大老師所寫的 記憶所細之處 早已經超越 純粹 空間 地理的範圍 容喜喜 如象徵物 昆野標準 初相概念 如世代 左右派 畫以靡妙之處 都可能都會記憶所細之處 中文確實很難翻 等一下我們的Sophie 可以稍微再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畫文真實的本意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以上 那個中間 就是 關於這個 理論的部分 這樣聽一聽 我們台灣到底有沒有集體期益 是不是一個國度 真的是問題 記憶好像也需要一個國度 還有一個邊界跟範圍 還是不需要 那我現在從 立島 我把它稱為 受害紀念地 要重建這些文化記憶 我們應該了解它怎麼經過 這個是在空中拍的立島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 可以試著看有沒有去 我是來去好幾百趟 這樣的機會只有兩趟 印象很清楚 飛機 台北會下去 大概沿著洞海岸 就無限這樣下去 立島在那邊 快到的時候它已經關進來 可是有時候 文西會有狀況 或者是 地面打來的狀況 所以叫它盤旋一下 這個時候就是 看立島島的機會 這個地方 就是 傳說中的 我超島 建議 現在叫做 白色恐怖青年圈群 第一次到這裡 看到人類實在是很糟糕 我不是這樣看 我是在地面 哇 蓋了這麼多 亂七八糟的建議 其實是荒廢的 它國運黨也真的是沒有文化 更致不上建築文化 所以要住 基本上就是 記憶詞兩層一起 台灣奧巴紀念館 夾帶的族群 以戰爭的深圳文化創傷 不是紀念地群 不只紀念地群 影像的追跡也是一種集體記憶的 重新再現 以參演 我們 現在你知道嗎 認識電影 會認識百歲恐怖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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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從 從 從 這個蠻妙的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但是我今天有一次 我也跟一些大學生去參加人權體驗宴 我就深深有所感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如果要做實證研究 這個是好提法的 在地島遺址對話 我們有沒有記憶記憶 我想這個地方會留下一些所謂研究者的遺址效應 包含這張照片 你知道那邊一看 它怎麼這個形狀 它是一個倒梯形 回頭一看 2001年開園 也不算開園 開放 不會很開放 沒有節目 那時候設計了我們的英文秘書 阿平的英文就是設計了阿平 那後來我們幾位要集合 像你的地益 要集合 阿平真的照做 當然這一點我覺得就值得稱讚 這個就是誠意 不是像馬英九說 我道歉是幾次 還要再道歉嗎 因為你的道歉是幾次 加起來不特別一 還是在零點起 恐怕是互數的 那這些人很多都不在了 不在了 不在了 包括我們當時成本基金會的會長 不在了 這就是哲孟穆先生 這個是盧兆林先生 哲孟穆先生 我們恐怕現在都不會去提攤 可是他們的故事在網路裡面還是蠻多的喔 這跟記憶想要知道什麼 我怎麼關係 越盡越好 越容易知道嗎 還是越動人越好 不知道 那這個地方在2002年開放是這個樣子 裡面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你再去看吧 有沒有走位 還是大走位 還是小走位 招逼啊 這個也無可看 自然就會弄到走位 可是更麻煩是人為的無知 或不懂 或不了解 以為是 把走位就麻煩了 這個在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的遺產都會掌入這個問題 一路走過來現在設立的國家館 我覺得過去民間自動自發的精神 我們要永遠記得 因為有那樣才有經驗 為什麼 第一個要提到就是這群受難者 家屬那時候還要掃材 那受難者在日本時代的錢錢都拿出來 像今天他生了同學講的事情 這條 這條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他不少 那這個是2002年做好 他現在都不見 那除了民間以外呢 因為花是自主內心 所以他的自然會產生過一種紀念文化 跟官方的大吉友大派判 恐怕都會留在記憶裡面不一樣 那這裡也是一個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尤其英國開始吧 研究黑暗官方 他們的黑暗官方研究的很多啦 也是只有20年 走去看了門就看了 就繞了 這個來不會只是研究官方 也不是只是研究黑暗 後面有哲學政治死王關 那這個 如果是官方會照著這樣的思路去做這樣的地方嗎 你會這樣期待嗎 很難吧 那怎麼辦 所以我跟詹老師報告過我說 這沒有第二條路 換民間做 民間拿來做 還比較生氣 還比較有效 大家也說不可能 每一個人都跟我講沒有可能 那台灣沒有可能的事 你能去再發生 為什麼不能 就是要靠我們繼續下去做 好 那 也陸續出版的這些東西 好像沒有電線 恐怕這個也很少 不過呢 今天這一片 我有帶來 這是一個簡藥套倉 很寶貴 結版的 譬如說買書啦 買那邊DVD就 保證你划算 為什麼 裡面很多老人家都不在了 在立場拍的場景 那些場景也都走味了 不是現在的味道 那就在影像裡面看得到 那這本呢 是唯一本 叫做國家人間紀念館籌備處 現在叫做國家人間博物館 好 名稱不同 中文裡面 我們就不在這裡討論 這個是個問題 名稱一直代表你的名跟詩 因為你說人間博物館 所以有關人間的事情都可以來玩 還用玩不好聽 應該都可以來做 那就麻煩了 你自己也想做那麼多人間 外面也要求你做那麼多人間 所以呢 兒童呢 物理 你弱勢會安婦 什麼都來 就突然斷著唱話 照我來看 本來不是說他應該只有白色恐怖 而是說 如果他是國家的人間博物館 那我要請問我們的國家 要做什麼樣的人間博物館 然後 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 這些歷史的過去 先留下來 留不下來 時間就過去了 確實呢 這些書現在都還能找 剛剛講這個是 揮上天空的那個少年拼 這一本 年八年書 到今天 沒有說 網路上買的到 我上個月去首謊開會 跟這個有關 想一想 那天沒有辦法 還好我那裡有書 不但的十本 因為中英文玩意 很痛 民間這樣做 國家這樣做 很痛 但是 這個不能跟外國人抱怨 只能仔細知道 好 柏雅在1999年 推動 98年推動 設立了這個基金盃之後 他也不知道後面會有紀念要求 這可能是歷史的巧合跟偶然 或是說必然 因為有人推動 我們也不能忘記是命的 他要去推動 那時候是要設立書山莊 叫做紀念文史資料館 那不要想到 哇 你會拉股拉肚子 不過我現在出現 那你像這些指標呢 適合不適合 像是去看一看 我是認為 還有檢討議題 如果剛才跟我們前面所講 你到底想要讓觀眾記憶什麼 遊客記憶什麼 你每一樣看得到 感受得到 你都必須傳達這樣的信號 不然 奧勒進行完了之後 我目前給你做 然後 七折八扣 不如我的稅金收回來 我自己做 不是嗎 概念都這麼簡單 這個要這樣來做 不是說只有我們 德國是最頂的歷史 德國 歷史遺言就造成這樣的後果 都是基金會在做 2005年 我剛剛講的空間結後 這個 校尾在一般 交響夜團 那個歐陽 這個歐陽衛康老師 他是張掌美 跟那個歐陽建華的老師 張掌美就是 年華國書 第一個那個主角 他說歐陽老師 謝謝你提醒我 在這裡演奏 蕭老師的 醫藥火魔煞 對瘦浪子的正文 夾葬 以官方成文人基金會的董事 我也得意 可是呢 這麼多人 不是人情人 東西愛情 情人 情人 這個背後 辛酸 不是批評現在 應該是辛酸 還是回到民間的自主 沒有前受難者說 以前我們在那裡有表演過 現在檔案看到了 前一年檔案看到了 他說就5月17號 不然我們有5月17號 來拉一下 講得很輕鬆 他說扮受難者自己的一個小型的活動 沒有想到扮到說 副總統沒辦法來 為什麼 總統共議要來 總統跟副總統不能同時 實現在這樣的場合 好 那就換他肯來 這個活動 另外一個紅拳節目 從下午4點半 太陽開始下山了 一直半到那一天8點 沒有人說他肚子餓 因為整場節目太有趣了 這是最後 沒錢啊 是要用這個 用石碑 這邊去買那個 矮蠟燭放進去 那這些紀錄有沒有 有 你們有看過紀錄片 沒有 紀錄片現在在哪裡 在花蓮 導演家 我也講了很多次 應該要重新出來 不能被懲罰了 真的很可惜 這是今年 在這樣的地方 已經多了這樣的新的指示牌 被人家會 都在剛剛眼前兩人想 在這樣的空間 當然有感 人加上空間 加上他講的歷史內容 三天啊 我不相信裡面 沒有顧客大概沒有幾個 不同場合哭啦 所以這種地方呢 不是跟前輩比較 而是 我一直覺得他就是歷史留下來的 歷史留下來 你不好好去 發揮一下他的功用 有用的歷史 待在那裡 多謝 最重要 對不起我們的前輩 你看晚上 九點了 當地的導遊 講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沒有盡聽 他可以帶遊客來這邊夜遊 你們多好玩 你們有沒有 出去旅行夜遊的機會 很少 立倒也可以 好 為什麼要有這種 青年體驗你 啊 這個都是經驗來的 207年青年開園對不對 後 那都有錄影 在那邊發生事情 一個受難者 打了一個巴掌 然後旁邊的那個學生 因為什麼 那學生是樂生的 裡面的藝人 然後洋純期 那個是誰 中原今天那個什麼量 習近平的 孫啊 一隻 不是 他太太笑地 哇 哪一群人 啊其實在鬧場 妳看都知道 你希望我們律師那邊過多的半斤沒有用 哇 那一天精采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國安鬼的人 阿扁的那個國安人類怎麼這樣子 那一天在現場 哇!到處火花 白天 抗疫 這邊的抗疫 那那個小孩子不小心被一個社団者陰陰來了 糟糕 那個當隔天不是園區開演這件事很重大 暴倒 他是暴倒被打 那所以只好找雙樣子跟那個年輕人 見見面 交換一千 所以呢就開始辦這種今年體驗演 就這樣一步一步走 我們再近一點看 這個是今年的學生來的學演 叫做萊廷 我看到 回來又看到這一張空拍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好厲害 我們那時候想要這樣子畫 你們剛剛我沒有特別介紹嗎 前面有一張 剛剛講那個立陶 畫靈靈靈靈開放的時候 沈孟哥前輩畫了一張 大概就是這樣的角度 還稍微低一點 現在用空拍這麼方便 那這裡是不是以前的 當然不是 只是位置沒變 我們現在到底要重建什麼 能夠從重建感受到什麼 還蠻頭痛的 這個哪 我會有十個陳老師來幫忙 可能有點難把他做 這裡是紀念碑 那這裡以前他們叫鬼門關 其實這裡根本就是沙灘 台方這裡不能過 台方一定會打過來 那從 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西邊 那間紀念碑 這個叫三公園 立州山莊是1972年之後的建議 一直到1987年前 沒立州 只有一個 斯密德關在那裡 但是我剛剛現在講的不算數 所以我 有錄音 聽說 斯密德曾經關在立州 他覺得立州 是會比較適合被關 到底在哪裡 早期五零年大的 他就說 立州立州在那裡 幹活 立州好像天洞 這樣怎麼抵抗 青島東上 剛剛不是看到那些建議的 火星嗎 這裡像地 那裡像天堂 空氣好 不是到處亂跑 起碼那個島可以跑 反正你也跑不出去 要勞動 不然沒個吃 要幫我補充營 好 一切都拿起來 我告訴你 這是不是 渣滴的 漫渤加上自然生態的生物方式 我現在要去找他們的樂事 都很難 我有拜託 曾陣佛的前輩說 你怎麼本子都躲了躲 考古學裡面的本子就是薄 那我知道了 都在這個地方 弄梅渣 所以恐怕這裡的梅渣 挖出來是成堆 我們開始考古學 還沒有 好 一百年前這裡 就是日本時代的福浪省收容所 最近我沒有查 起碼有兩本入文 寫日記時代的建議 碩論 有談到這裡的通話 有日本的研究者 建議博物館的研究者 來到這裡說要問一些這裡的通話 所以它的好玩 不是只有這些例子 像這個 現在叫做海洋工作站 今天第九年 第十年 明年第十年 十年是不是大事 你知道它的那個國際論文發表 聽說超過二十篇 國際論文 國際論文 那研究者我問他們說 到底有幾個來的嗎 起碼也四十個 一個小找 原來五零年代是 前中國各地 台灣各地的人 都來到這裡 在劉麻溝15號之下 你要找哪一個地方的人 都有 因為我去找過牧口 包括那些老大 當過不要讓牧場 因為他們 曾經關在這邊 欸 曾經關在這邊 這是剛剛 嗯 這裡 好 那 我 靈略了這樣 各位話說 我說 欸 是不是這樣子 這麼大一片 一個人被你導覽一整天 都走不完 欸 那這樣 能記得什麼嗎 不如弄清楚一下 以後要怎麼辦 不然現在要來做海洋工作站 不是我的主意而已 是有專家 正名修 還有很多 車站人一起討論說 好不如這樣 然後劉麻溝咧 我們的生命線 把它揮護起來 因為現在 通通都是水 好嗎 08年 06年 到現在 13年就過去了 所以台灣 地方 每個角落 每個計畫 都要人盯住了 沒有盯住 你就真的是隨他去了 講了半天 電話亂罪 理論也好 食物也好 去旅行 看到人家怎麼做 你通通回來要盯住一個點 不然 就隨他了 我剛剛還沒有說一個 一個櫃爆彈 櫃爆大炸彈 有沒有看到這個房子 別墅 開盤盤來到這裡的人 可以來住這種別墅 台灣有幾個 第一題就是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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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地盤它滿的差不多 所以沒有 不是沒有困難 一開始這裡要設店長 再來這裡要度數計畫變成遊樂區 好 你去那裡想什麼 你就就放鬆了 別說了 我在建築公司 待了十年 看不懂這種遊戲 你一切的交通條件都不夠 要開機場 要那個郵輪來嗎 定台 那個開發過度的夢想 其實是非常不切事情 立長從我去到現在 曾經在04年05年 最高峰 就那些潤潤跑 最多的時候大概40萬人 那現在大概為止在30萬到35萬 那多數二十幾萬人大概都在 六到十夜 其他呢 冬天一般船 有時候沒船 風災到 風倒 它是這種狀態 我想本武可能有些小島也會有這種狀態 那所以 它整個條件來看 我覺得 真的是歷史留下來 它就是一個 太棒的 千蘭條件留下來 剛剛沒有提到的 那一本 考古也像真正在清醒 這種島 來你有住的這裡沒有嗎 不太可能吧 一定有出路 確實 我們沒有真正去做深度的調查 還有一個 接觸到漢人移民的文化 漢人說他們從 立島人說他們兩百年前 從小琉球飄到這裡來 然後就陸陸續續 戶同一半住了這裡 歷史都 他們的歷史都這樣講 小島的歷史都這樣講 可是你不用發現說 這裡的地方是大有問題 它有可能這樣 對吧 來這裡斤啊 這裡都沒有人 沒有人 考古三千年五千年的 骨頭都剪出來了 碗也剪出來了 這裡是什麼 地方 所以 從這樣的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不只面對過去的白色朋友的歷史 其實有更多的文化的可能 像當今年 說什麼 尋找戒嚴時期的坑中地群 這個都是很當代的用 他本來就是在那裡 這個情況是靠外可以靠山 山可以種什麼 拖刀 大鐘 安吉 記得賀了 所以 綠島的V是龍妹法革命日 這就會新生去了 醫生十幾個人都不用講 也有龍妹博士 也有龍夫 真正的龍夫 所以這裡種了很多東西 可是現在綠島人進入觀光的這二十年了 什麼東西都不用剪了 那剪的是九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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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的下一步怎麼樣 我這次去到雞蛋內 去到一個很小的圈堂 住民只有五六十個人 五六十個人 五六十個 然後再進行什麼的計劃呢 草樂門大他的妹島和氏 去設計了一個溫室 那其實什麼溫室 這小小有造景的一個透明房 一片地沒有幾公頃 還有兩公頃 你看到幾個外國人 有男生的歷史 我看到的時候 蹲在那裡 套中島 很燥燥燥 我還以為燥燥燥燥 真的這樣看 一把就是這樣玩嘛 那要什麼什麼 揮霧龍妹地形 政府不釋出民營就沒有辦法 為什麼 公務員要管說那個臨死太空 什麼時候來種這個 什麼時候來種那個 那有可憐 所以這裡面就知道 後面的機制 想像要怎麼樣 所以 我有沒有確定 當農屋 當老農屋 做好好的十天 我會考慮 因為同樣 線道的毛病頭 這個空氣呢 絕對一等一 台東不用講 立倒更是 根本不可能汙啦 所以立倒人為什麼很常受 過去的紀錄 不要出倒 一出倒就有事 為什麼 傳染病 整個身體不適應外在的生存條件 所以 這樣的地方 跟台東一樣呢 太多多樣的文化 你要怎樣去 深入 包括了今天我們看到這樣的船 已經聯繫三年了 從台東出發 滑到了 宜納波島 這個紀錄片呢 在網路上都有 那這個呢 是博物館做的事 台東史前博物館 跟上野的國立科學博物館 上野科學館出檔 所以裡面六個滑船的人 五個是日本人 這種事情 要做 一定比較好玩 你比較有研究價值 聽 那剛剛講 他們說兩百多年前 就是從這裡上岸 我想到半天怎麼為這裡上岸 原來呢 這邊地道 這邊有水溝 大溝 這個溝呢 現在蓋了一個 就是宋主理的德陣 蓋了一個水壩 叫做純物勤水庫 把這裡擋住 這以前呢 沒有水壩的時候 就是這裡 兩千位 加上管理方的人 大概兩三千位 就在這樣生活 就靠這個水 很有名的洋葵 常常在這個地方 參加馬拉松 參加游泳 就在這裡 所以恢復蓮馬波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可是民主黨拜祝職 我有講了恩賜 山領過去了 什麼也沒有 所以 不是怪誰 是我們那個社會 真的沒有定 什麼事情都不會有進展 好 我們來看看過去的恩賜家的照片 這個就是 1911年到1919年的 日本花樣子收藏所 這種照片 是 會引起疑惑 有那個不修理的 有那個很新的 剛剛被台灣刮走的 有紅色有黑色的 所以我們討論什麼遺產景觀 這都 這都現實的勒 可不可以好好做 可以啊 規範當然都很清楚 可以出來 為什麼不這樣做 不好意思 你不是官僚 你也不是組成者 不能下令 只能建議 好 今年 有一個活動 夏天 叫做 拜王兩馬多數 可能跟這本書有寬吧 好像叫正面吹王 我也很高興 他用了一些 記憶地方細事 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都是 當今 研究者喜歡用的詞 可是我們要記憶什麼 我覺得這張照片是最硬的 這張照片 應該在園區的很多地方 放大 然後讓遊客就記得這樣的照片 這裡面充滿了無數的秘密 很多人喜歡從這個角度拍過來 深風眼 然後空間 有沒有看到 還看到台東的山 然後這裡呢 這是什麼 沒有錯 他們海上打下來的山木礁石 正在召位 這裡也是打下了石頭 這個時期大概在1960之前 還沒有具體完成建設 怎麼會有這個 而且在糕點 這個很日本味的象徵 一定是日本時代千億留下來的 不是嗎 現在在哪裡 倒在地上 還好 你們知道就好 請偷偷去看 不要告訴大家 這是當時拍的照片 這個都是先傳照 那你的記憶會是這樣子 還是會是這樣子 所以很難講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是 一直強調說它是全世界博物館展覽 先不說它大或小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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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一線 經濟是最高的 這個又是曆史造成的 這樣真的很好看 可是收藍只現在看一看說 current 所以很久 漂亮 swollen 怎麼一人十利 總比 獲得 我是 enca 不過呢,整個製作這個,陳孟兒跟另外一位林建成老師,周末外有參與,兩個都做了 有一陣子說要把這裡改掉,改掉我就真的要學這些收藏者去立島,我要抗議,搞什麼啊?花那麼多錢,那麼多精神,你要把它改掉 你怎麼幹?先跟我說一下,不是我做我可以的,我覺得這個就是記憶傳遞記憶的地方 陳孟兒的記憶告訴林建成,林建成用他的方法,轉變成不可能的可能 其實他那個人像一千多多少,看得到千金啊,看得到金跟體毛,一做到一百二號一百五,當時他六百,六十做多少錢啊? 我哪來那麼多預算啊?還是你已經聰明? 你有什麼我在想辦法?東照西照,把他過去以前做的腳啦、手啦、肚子、心肚啦、天啊! 所以所有的這些人呢,沒有一個是當事人的聯工,都是別人的聯工,你知道嗎? 但是能夠做出這麼多,完成那一刻我覺得讚! 那像這樣子的場景,這樣的場景,在這個地方講故事裡,我不知道這一點你記得什麼? 這個顯然也是我們婆館為什麼切的一塊,就是他們到底留下什麼? 我們如何讓他們繼續研討管,保持聯繫,這一點好像也沒辦法做到 這個是另外一個目前立島比較能看到的另外一個大區域 因為現場,你們剛剛看到工照圖,整個現場看不到這些東西 只好又是陳夢河,在那邊尤其冬天,製作的時候是冬天 因為那時候我也會去,不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家做的 綠島不冷,但是風雨冬天還是很大 他就這樣子,就是他,不是,這是經典的 陳夢河幫忙才能辦法做成這樣子 那展覽是不是已經形成了不少資料? 其實是講不完,看不完 我下禮拜又要去跟那些導覽員 互相交換一下意見,怎麼辦? 你們東西來越多,你們那只講一點點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這裡發生的任何場景的紀錄 你沒有拍,也只是拍而已 可是,婆館要做的工作室 就是,來者有什麼記憶? 像這種外國人特別有記憶 因為他特別好奇 這兩個來自奧地利 我就拜託陳勳生學長 那時候我們五月在登前提議 我說你要來幫忙講一下 不要,你講一講 我說我講等一下你不要過來喔 我講不到五分鐘就過來 好,從現在開始換你講 當然有感覺啊 就算是告訴他這裡的一切的一切 他一定不會忘記 那這個地方呢? 這是紀念碑的旁邊 我不知道他在導覽什麼 那顯然一定會跟歷史也有關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這些導覽員在講些什麼 只要偶爾我聽到他說 228白色紅布 美青座 哇,幫幫忙 已經上課上多少了 那現在不是上課上多少的問題 現在博物館要擔起責任 這種狀況到底怎麼辦 到今天還分不清楚 228白色紅布 好,這個是很典型的 這個園區裡面屬於 稍微黑一點的黑暗光光的一部分 可是現在看起來也蠻光明的 20年前我第一次走到這裡 是歐陽文前輩帶著我們走到那裡 荒煙漫草 看不到夢了 現在因為有官吏 所以都會趕快趕趕趕趕 那你覺得這樣好 還是早後會放一半 還會放得更高 我覺得這個都是需要經營啊 這裡面當然很多故事啊 我最喜歡講的就是 一個是四川的一個湖南人 朵芬佩帶他們的難友 回來這裡祭拜 我說找到沒有 我想恐怕到今天為止 這兩個人在這裡 恐怕他們踏入的夾村 可能不知道他的屍骨在這裡 當然現在屍骨可能也都沒有了 然後再進去一點 剛剛講最東邊的葉子東 你看這些學生喔 我為了怕時間不夠先出來 就轉手拍一張照片 不知道這個人在跳舞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跳舞 他為什麼跳舞 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要去看蔡樂葉跳舞的地方 聽說就在這個舞台 他們自己搭的 然後他 回來之後他們撿了一個片子 剛剛拍空照那個同學 又跟他同組 所以我接到那個片子的錢 我非常棒 我甚至建議說 應該放到 國際博物館協會的 博物館日的網站裡面 沒人去做 沒人去做我沒辦法 台灣沒有國際身分 你以為是 我們做了什麼 可能很重要 明年還有半年 五一八博物館日 要來做一件事 真的 你無國際沒關係 但是你做得讓人看得起 這很重要 不是嗎 其實就是補給你自己的 好 那在這種地方 怎麼用集體記憶的概念 來瞭解 有個 我剛剛一直講 他們在紀念地遺址 什麼嚴肅 跟他們互相交織在一起 立島非常特別是什麼 你不會今天來晚上走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來的是一住兩天三天 有的是時間 那園區呢 也有的是時間 大家要在這裡玩 一起來玩 玩個徹底 是不是很好的一個 遺址 連結遺址的場所 但是一落入關門管理 就很難了 晚上開放 討論了半天 補習了中 已經討論了N字了 包括今天也討論過 那就不用再談 像這種地方 他們沒辦法帶了 因為沒有時間了 這個就是打實的地方 你讓這些學生走一次 偏走偏講故事給他們停 我不相信他們不記得 下午又放他們來一次 他們在這裡做紀錄拍照 他們會不記得嗎 好 立島很多外國人 去幹嘛 潛水 潛水全廟國才行 有進來延區的有多少 不知道 有進來的話會有什麼作用 我不知道 有什麼作用 我下禮拜去再 整個車播公園看 這個地方 到底我們也沒有辦法 從每一個受難者 一個兩個 他們個人的人格故事 去告訴我們的遊客 想想這裡可以連結這些故事跟遊客 有些什麼 那這些人一開始我就講完 不知道白色恐怖的事態 大概就是20世紀初出生 一直到1930年代結束 你再想看看 1930年出生今天幾歲了 89歲 就是這個世代 有碰到大政 自由主義時代 那是日本世代 那是日本世代 這個有的是怎麼說的 這個我是軍庫的 這個 這個 公媽公妹 高雄 我很佩服 我們 這裡應該有這個書 200多後 他是研究者寫的 我只講他提出來的結論 他說他研究的林茂生博士 關鍵核心的台灣是 叫做 public and personality 這個是研究的好處 馬上記得 那 我弄二八經驗 我弄那麼久 20年前弄 也沒有 也沒有去感受到這樣的連結 這個沒辦法的事 所以為什麼博物館要不斷地做研究 也因為這樣子 還有一個 曾經加重的打科檢出 我看過 25年前 在他家 哇 這大型的腳黑 百科堅持不得了 不是看過而已啊 很多沒批啊 看人家會觸動你的心 那這些呢 他還沒有進入博物館 葉盛吉的日記 現在出五本 2001年 夏天 我去到他們家 葉光益 當二日 特地開了這本書櫃給我看 你看看 這都是我爸的 葉光益 二十八九月 一個藝術 他們家都沒有看過他 他用來的時候 他在跑道裡 你看看他現在的日記 翻成中文之後 我發現很多年輕人很喜歡 因為 在講他年輕的時候 哇 可以開滑翔器 去彷彿旅行 然後呢 網路就變成年輕人演繹的故事 很好 可是經過多少時間了 加油 加油 應該要更快一點 恐怕還有起碼 可能還有十本 起碼還要在十本 聽 洗血機在做這個工作 一顧的時間 那 剛剛講那些人的時代的精神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去記憶這樣的時代精神 讓我們這個時代有一點新的氣象 雖然有時候很多事情看起來很洩氣 這個可能是自我練習 或者是自我找尋其理記憶的一部分吧 所有的遺掌或博物館要做的核心 我想就是這些事 這是台灣人真正的重要的記憶 那你不進來就沒有了 改曹換道當然也不會有 然後是另外一種記憶 那我覺得這一年 我要怎麼是反送中 或者是心腔 種種 讓我們看到一個 等一下讓葉老師補中好了 這樣子文化想像 在二十一世紀 重新緩為 不是要掩蓋記憶 是要重新塑造記憶 我想到這個有時候會睡不著 真的睡不著 那我叫你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做的 他們在講的 有一位也做研究的朋友 他前一陣子跟我講說 他也是共產黨 我說 喔 這樣子 其實他是不是共產黨 對我來講不重要 這是我 我想了解是他的一生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九十歲了 八九十歲了 願意這樣子一直 跟大家分享 這是用行動去記憶 用身體去記憶 不是嗎 如果我們知道更多這樣的場景 那恐怕就是形成基底記憶的一部分 那所以現場導覽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台灣 導覽常常被欺負 被當成志工 做的事就好 這個不好 這種博物館最重要就是人 因為它紀念人 那沒有第二條路 就是要靠人傳遞人 這個很多文獻已經告訴你了 你不用再去做什麼 無謂無謂的展覽 先問說每一個展覽 多少來獲得 有用的記憶或幫助 先問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 一切都在花我們拿納稅錢 我們來看看 剛剛台灣人的學校這碰怎麼說 他在研究林茂生說 知識與政治的一個溫配的政治 是殖民主義的核心 我看得好像懂 又不是懂得很深入 這個還是請約翰老師 等一下要補充 正因為如此 身為知識分子 持續參與教育事業者 正是站在殖民主義是暴力的 最前線 不過林茂生自己也來看歷史 並無限這樣的假設 因為林茂生一生就是在 研究教育 從事教育工作 他還是我們長大的前輩 也是台大的前輩 可是我們目前可能 比較多記得 怎麼可能記得正安保 一定要記得 但是呢 林茂生在 團隊運動的時代 常常被提出來 我們應該要重新來記憶 那 記者武教則繼續說 今後為了可發展這個假設 剛剛前一頁的假設 我想開始對台灣農民組合領袖 建基 以及台灣原住民先驅高醫生 主機進行比較研究 以本能自覺的程度無關 就是他們兩個自覺的程度無關 身為知識分子一世 對殖民潛力 殖民地潛力者而言 就是Truplemaker 這象徵著他們的 他們的位置 處於殖民主義式暴力的 最前線 這樣說整部 意思是說 你二十八十到沒有 不一定都開始 但是你做完知識分子 你開始他又沒有健康 那是他們的不對嗎 我們經過那麼慘的 教訓才會認識這一點嗎 不是這樣的質疑 林茂生 應該他家屬會 常常講的都是 我記得 已經有人來家裡的東西 趕快離開 趕快走 還是領了嗎 那外國做生意把他打 你去找上 到底是誰不對 當然是政權不對 你們快受難程了 對不對 不應該抓你抓 你貌生 剪輯高一生 是屬極共同點 還包括他們 都是在外國民政權下的 正式受難程 今後 我想從殖民主義式暴力的 連續觀點 探討228 白色恐怖 值得期待 知識分子為什麼 又是如何再度 成為統治層的目標 因為掌權者 雖然從台灣總督 變成國民黨政府 但掌握知識分子 是架構情報 以是鎮壓的方式 兩者之間 存在著某種聯繫性 我們常常說歷史斷裂 可是從個別的研究人物 好像歷史又沒有斷裂 所以怎麼樣子 在這麼抽象的語言裡面 在這樣的地方 告訴這些年輕人 後面的牆壁就是一大堆受難程 挑戰不少 雖然我一直講公共性 或者是 我們為什麼要講公共性 就為了保障人格的尊嚴 這個也是從鄭安隆的身上學習到的 不然他幹嘛 或為什麼 那麼大的毅力跟勇氣這樣做呢 這是我的解讀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不要忘記 我們共存存在這個地方的人 還包括原住民 因為尤其在博物館 其實很多博物館都開始討論說 社會的不平等 尤其紐澳家 已經在博物館裡面 一直出現原住民的議題 有一位 這一位 這位 楊先生 他是研究紀念碟的專家 我們需要問在這裡 將被記憶的是什麼 及如何記憶 為了誰 我們正在記憶 及對什麼樣的社會 對政治宗教是空的目的 這個問喔 其實不是在問博物館 也在問達蘭城 也在問遊客 也在問觀眾 問我們每一個人 那關於紀念碟 見或不見 應該要有學商的程序 見或不見 失去或重生的記憶 記憶是一個過程 一個process 當它是一個過程 不是一個完成的結果時 記憶才會永久存在 講得有點鹹 但是講得好像也很有道理 有一天 台灣人的記憶應該成為日常 你應該記得的東西就要記得 不要說你忘記 如果別人的痛還沒有成為你的痛 那你就很快忘記 那痛就會到我們身上出現 當我在這樣的地方 就是去年的12月10號的紀念活動 幾天順便泰爾族來唱 小英總把我用上來啦 那個 巴雷還是巴賴 巴賴 巴賴 沙巴賴 哇這個太好了 這個如果我英文那麼好 欸 葉老師拜託一下 用這個來寫一篇那種文 就是說台灣怎麼面對過去 這個葉老師專長嘛 巴賴 沙巴賴就很好用 總統也講啦 可是我不知道總統真的了解那個意思 我問了他 還問了他兒子 那兒子跟我講什麼啊 他說 他說原住民的想法很簡單 他想說的想法很簡單 做錯一件事就永遠錯 他永遠錯就怎麼樣 不斷的要知道錯 記得錯 就不斷的要跟他道歉 所以馬一九道歉其實不算什麼 大概一聲道歉 不要搞錯 你殺人 你的黨殺人 那原住民有沒有這樣被我們理解 如果錯 真相跟和解是這樣的關係的話 我們不能從他們的文化獲得什麼嗎 這個是我覺得 這時候原住民好像能夠供給我們什麼 那正好 我跟原住民也有一些認識 也有一些機會和相處 包括我小時候 隔壁就有原住民的阿美祖 來基隆桃生活 隔壁島 宜村 拍探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住民也來啊 要對他們來說健康 怕村 土耗 只要白天打雨 回來四五點開始吃飯跳舞 我說我本來長大的肉肉 這個才是生活 後來漢人在那邊 看人家吃飯唱歌跳舞 以為那個是 那樣做的事情 這個是文化漏差 好 在這樣的地方 怎麼去想像 這個地方現在流行的用詞 sustainable 怎麼永續 來告訴大家過去 也告訴大家怎麼關懷這個世界 只有我們不但說 因為有這麼一樣的歷史 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才是可貴的 這樣子每一個人才正在記憶起來 那記憶也需要信念 也需要希望的演講述說 修辭 你必須訓練你講話 如果這樣子的話 也許啊 這樣的博物恐怖遺史 就是最好的嘗意 這種最好嘗意 天天都可以 各角落都可以 那這一章就是我剛剛講的 陳范范前輩 半年的時間 所以 我也要跟他說 周先生 一章 後來我捅過一章 後來年輕鬆 後來年輕鬆 夏天 捅過一章 好像也沒有啦 後來應該有再放一些小油畫 這張很大張 那這張現在也 不能說長起來 放在前面的倉庫裡面 我也不知道你又要怎麼用 好 借用一個黑暗觀光研究的學者 Piton Taro說的 過去的這些事件 不只是歷史悲劑 在今天觸及我們的生活 不只從情感觀點 也衝擊我們的政治社會政策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就是有一篇英國的大協的博論 他從 emotion 來探討 這樣的地方 到底跟人 產生了什麼 互動 寫成一本博論 三百多頁 只有一個地點 921現場 那 經濟集體的過去 是特定形式的理由 必不可少人 這是 現在官方研究裡面的解法 尤其是所謂的遺産理 遺産理由 在英國是 研究的老土牽牢 他們一直非常 都這樣的產出 集體記憶的某些公共實現 也越來越有理由 越有聯繫在一起 在理由這一面 也很多人探討 在紀念地 也很多人探討 因為怎麼樣 紀念地如果沒有人來歷行 紀念地為什麼要存在 在這個時代 或在以後的時代 恐怕都是難以想像 好 那我也讀到這一段 全球關注的問題 已成為 越來越多的人 的日常 要怎麼斷句呢 日常當地經歷 和道德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其實我們外面在做的 稱香港 多數就是這種聯繫 這會打開新的 Memoriescape 記憶地景 所以你記憶的地方 不一定是過去式的那種紀念地 他恐怕需要更多的 創造出來的記憶地景 所以我也建議 哲悟這邊 這一段時間的活動 外面裡面應該多少 讓他隨手記憶起來 拍照起來 應該會留下很多很有趣的 對 所以對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都感覺到 這樣是日常的一部分的時候 所謂的團結互助 就可以超越領土偏見 媽 媽 老師問個話 沒有那麼肯定 因為我們擔心香港 因為我們擔心我們自己的未來 好 這個是最後一場 只要七分鐘 沒有辦法 來 有沒有人要趕快提問 分享一下 還是也要老師先接著講一下 謝謝 教理說我應該就是 謝謝提問 但是呢 非常謝謝曹老師今天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東西 其實呢 我就非常簡短的 補充一個框架 因為剛剛有朋友就是從 遇到了轉型正義 那麼 在台灣轉型正義 雖然在過去一年的時間 已經變成好像是一個章字 一個詞 也跟東場 好像有某一種的 哪裡脫節的一個關係 但是呢 目前全球大概有100個國家在做轉型正義 然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一類組織 目前包括台灣在內 有39個國家都有 那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龐大 在全世界非常非常多 都在做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這樣的一件事情 卻在台灣會被當作是一個非常負面的 一種工程 或者是叫做政治鬥爭 仇恨政治等等的 那這跟目前整個國際上的一個趨勢 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目前在轉型正義的 這樣的一個工程 也是聯合國在推動的 那剛剛曹老師有提到 一些蠻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不在聯合國之內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做得更好 讓就是 我們常常都講 就是因為我們不在聯合國 可是我們好像還要當一個 比聯合國的會員國還要更好的乖寶寶 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也很重視人權 很在意這一些價值 那我們其實我們也自己 中華民國1967年的時候 就已經簽署了兩公約 然後雖然到2009年的時候才正式的 成為我們的法律的一部分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很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說整個 應該說白色恐怖的年代底下 許多人談到那一段時期的時候就說 可能我們沒有人權的概念啊 人權是西方來的概念啊 或者是我們因為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因素 我們沒有辦法落實人權等等各種原因 但是呢我必須說 中華民國政府在1967年是已經簽署了兩公約 非常知道什麼叫做世界人權 以及應該要進的那個責任義務是什麼 所以我們是國家是一邊簽兩公約一邊 在進行白色恐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可以去找出來 很多可以討論的一些歷史 那轉型正義是什麼呢? 其實呢如果剛剛曹老師也有提到就是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轉型正義的組織 在推動的這個組織 目前總部設在紐約 然後他們每一個禮拜都會更新全球各地的 轉型正義的相關的訊息 那麼根據他們的講法 因為轉型正義其實這樣子的研究 或者說這樣一個大的工程 差不多在全球成為一個大型的全球性的活動 基本上差不多二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進入了學界成為學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而且剛剛曹老師用的投影片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涉及到的可能還有文學 就是可能有傷痕文學 然後有歷史真相 然後各種歷史的研究 然後口述歷史的保存 然後甚至也有心理學 記憶創傷如何走出創傷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哲學的問題 那它本身又是社會學 不能夠避免掉的 然後它也是政治學 那如果你真的要談剛剛所談的這個綠島 它又有一個政治經濟學在背後 或者是旅遊的經濟學等等 它其實它是一個跨好多好多的學們 我們共同在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跟人類過去的歷史相關有很大的關係的一個新的一種跨領域的學們 那可是呢一樣這個東西在台灣目前還是相當相當的就是不受到重視 也還沒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系統性的研究 那我們在台灣目前都是由像台灣文學或者是台灣歷史這一些的學們在做這個比較重要 然後呢我剛剛在聽曹老師的演講 其實感到還蠻不好意思的 因為做了十幾年轉型正義的研究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開過轉型正義的課程 一直覺得好像人家也不會給我開這種課程 但是呢我剛剛在聽講的過程當中我已經寫好了 就是我決定下個學年交入可以轉型正義 我自己寫了一個課程綱要 已經弄好了我就覺得說OK 這是今天的意外所得 然後覺得說這個的確是很多很多東西我們可以做 而且曹老師這一邊還有我剛剛說指圖的 有好多資源我們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這是可以 照片 對照片很多 然後有很多已經做好了鋪墊下來的很多的資料 可供我們來做進一步的理論化的工作 這個其實我們 我們說我們傳承接下來的工作 有很多可能還有更細緻的理論化的工作要去做 所以這個是跟轉型正義有關 那轉型正義在幹什麼呢 我剛剛說在紐約的那一個大型的組織 他說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正在涉及的 有關歷史正義的各種的問題 那其中呢就是如何處理前朝人權 就叫違背人權的這一種的或者是障礙人權的各種的做法 這一種的是處理前朝的問題 這叫轉型正義 那如果你在處理前朝前朝前前朝這些的話 通常我們做不到那麼多的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很容易把轉型正義跟歷史正義全部混在一起 那歷史正義你可以追得很遠 但轉型正義我們在講的是 歸權體制的國家轉型到民主體制之後 那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為了要去鞏固或者是 為了要鞏固民主然後重建法治 同時又要平反過去的歷史不易所做的一連串的事情 這叫轉型正義 那它會涉及到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 但不外就是三件事情就是主要的目的 一就是為了要恢復個人的尊嚴或人性的尊嚴 因為很多的加害者是不被當人看待 然後有各種各種的虐待 甚至呢因為他們的身份因為他們的信仰 裡面的那個這些原因都遭遇到了迫害 那所以第一目的第一就是為了要恢復個人的人性尊嚴 第二是要承認過去以及理解過去 到底發生了哪些糟糕的事情錯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它需要一些歷史真相要去研究 那這個歷史真相它可以包括就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一二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然後這是不一樣 以及三我們如何走出過去的這一些歷史創傷 那這是不太一樣的層面的問題 所以轉型正義也會有第三個主要的目的 除了確認過去發生什麼事情之外 還有第三個主要目的就是如何避免同樣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所以這三個主要的目的是目前全球 超過一百個國家在做轉型正義的時候 就是共同的目標 然後我說了39個國家都有真相與和解這一類的委員會 那基本上主要目的是這一些 所以它就會涉及到好多好多各種各種的方法 不管你要組真相與和解調查委員會 紀念碑的設置 人權園區 然後這種博物館什麼 或者是歷史教育的重新 應該說歷史的重新書寫 以及歷史教育的更加的著重 公平教育的重建 好多好多都應該做 當然也包括賠償 平凡 司法貧富 好多好多這些事情 那曹老師今天講的東西基本上它主要涉及到的是真相的保存 以及這一些過去的這一些不同世代之間的歷史跟記憶 應該說不同世代的記憶之間要如何去喬接的這一類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有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斷裂在不同世代 那根源當然也是跟我們沒有去把這一些所謂的記憶所記之地 就是保留下來 包括在這一個地方 剛剛談到這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六坪官三十個人吧 那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得去想像這件事情 然後曹老師他講的其實今天提供的很多資料其實是這一類的 就是不同世代的這一些的記憶跟經驗的斷裂 然後如何去縫合 以及在透過這些園區的設置的過程當中 不同世代其實就是年輕世代能夠在這些園區的經驗當中參觀的途中 能夠重新被喚醒什麼樣子的東西 以及在這個時間空間的經驗當中 我們能夠保留下什麼 或者可不可以透過這樣一個過程 參觀的過程當中 我們重新去聯繫過去被壓抑 然後政府不談的這一些的記憶 所以 那這一個做法其實就是很多是屬於轉型爭議的第二個部分 同時也是為了要能夠某種程度上要做到防範以後 不會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今天曹老師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東西 大概就是在轉型爭議的我剛剛所說的第二跟第三的目的之間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細節可以談 就是我們應該說 好 我就是講一件小事情 然後我們來開放大家來提問 那就是關於這個記憶的斷裂 我們還沒有很認真的去問 它怎麼斷裂的 斷裂怎麼造成的 比如說這些地景消失 那這些消失到底是人為的故意的 還是因為隨著時間的關係 比如說發展主義啦 我們就需要發展商業等等 然後很自然的讓它消失了 所以呢 一個不義的遺址的地方 後來變成了大飯店等等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但是呢 我只想說一件事 就是 人們在研究創傷的過程當中 個人層次跟集體層次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我們不能夠忘記的 那就是個人層次 個人的經驗跟個人的記憶常常有時候會不吻合 因為你隨著時間的過去 我們會重新理解過去 所以我們永遠現在這一刻 在理解過去的經驗都還有一些 有一點點轉化的可能性 但是呢 就是個人的經驗 應該說集體記憶也不是所有人的共同經驗或記憶的總和 那歷史的理解也不是所有人的記憶的共同的總和而已 歷史的理解也不等於就是集體記憶 因為歷史的理解 它跟個人的親身經歷有時候會有滿不一樣的地方 個人的親身經歷是從個別的視角 身份去經歷到真實的一切 但我們每一個人都相對的有限 我們不一定能夠跳出我們自身的身份 來看到我們所處的大環境的那一個的歷史 所以整個大的歷史當中的真相以及意義 有時候又跟個別的親身經驗 它還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一點其實在做這些記憶政治 或者轉型正義的研究當中都會特別小心 但是在台灣也還沒有走到這一塊 就是個人跟 比如說個人的記憶創傷如何走出 跟整體的社會的記憶創傷如何走出 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工程 各自都有需要 但是你不能夠只是做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所以這可能我們自己在台灣目前還比較少的 那為什麼呢 這兩個層次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 至少我們可以講剛剛 順著剛剛下來的這些記憶政治的東西 那就是個人在面對創傷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有很神秘的機制把記憶壓下來 不去碰 不敢問 然後甚至呢 它會造成一個人對於政治冷漠 不敢碰政治等等 那有時候也說不出為什麼 其實那就是我們把那一個記憶過去那些事情給關掉了 我們不碰了 那不去碰出是個人活下來的一個生命策略 而且那一個機制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多人會自然有這樣的機制 那當然心理學有各種不同的理論 可是呢 當我們要說一整個社會 刻意不去記住某些政治創傷的時候 那通常不是個人的因素 那通常是有一個公權力 有一種政治的手段 刻意把某些的事件從我們的歷史教育 從我們的媒體當中各方面戳足掉 所以呢 個人是可以因為某種神秘的機制 而讓我們壓抑了記憶 但是集體的層次偶爾是一個政治的手段 讓某些記憶 某些人的親身經歷跟故事消失掉 所以這兩個層次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談 要談不管要談和解 原諒什麼等等 其實個人的層次跟集體的 就基本上有很大的差異性 那就當然我們在台灣 目前都還沒有走到這一步的討論 那這其實都非常可惜 但是其實轉型正義在做的這些東西 非常非常龐雜 然後有很多的背後的理論等等這些東西 那但是呢 今天曹老師跟我們分享的很多很多東西 都是屬於 就是個人的這些不同的親身經歷 以及已經點到了我們集體的這個層次 我們如何去共同來思考等等這些問題 那當然 提供了非常多的豐富的史料 那我們也得知了蠻可惜的 很多人都已經在過去幾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走了 可是呢 接下來就是 就是活著的人如何去記得的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 記憶一定是靠人而為記的 那人就是不同世代之間的人 都要去選擇你要記得前面的人的多少東西 而記得多少東西都會涉及到我們是誰 把我們放在一個大的脈絡底下 我們跟他們之間產生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說有一個叫國家的東西 國家或叫共和國的東西 其實就是幾代人之間有某一種的相 應該說有種相通 或者有一條線可以貫穿這幾代人的共同的東西 你才堪稱一個國主或一個共和國 而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的記憶的東西 也唯有不同世代 有某一種的共同的記憶 作為一個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續 或者是違紀的一個基礎 才能夠變成我們所理解的一個國族 所以我們現在談這些記憶 也都跟要打造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或國族的一個直接的關係 OK 那這個是我剛聽一邊講的 做了一些筆記 做了一些補充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今天曹老師所講的 大概是在我們大的範圍底下補充的哪一些的東西 對我們來講都非常重要 也可以進一步思考的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的一些時間 我們就開放讓大家來提問 就是有各種問題來問 曹老師都可以 OK 還有民眾 我覺得不是 就是來分享好了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關於綠島這個 因為我在應該是美麗島17週年的時候是我懂策劃到20週年3月 那時候我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提出一個叫做 就美麗島20週年的時候提出一個環境冷卻 我說美麗島要提供給爾斯 一定要從人權裡面進化到環境冷卻這一件事 我在20週年的時候 20年前就提這事 今年是40年 那那時候我就請他們把這些所有政治犯從哪裡遇到那邊去的 場域把它找出來 華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華山也是後來把它挖出來 現在華山一個很特區的 也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 還有包括基隆現在已經開始慢慢 那個港口也開始了 那其實這些東西現在要去解構 但是我覺得最糟糕的是1997 199應該是人權紀念碑還沒弄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施明德去的時候 就我唯一一個是一個藝術家 其他都是台大陳江所的教授 那個是現在也是我想到的那個摩摩的大論誌的想法 都是這些人提出來的 這些人現在都在文化部裡面很多的評審委員 所以我基本上不看好 不看好 那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跟曹老師在請他來的時候 我為了這個專題 我覺得我一直都用一個知識論在談 轉型這一個很多的概念 都是比較西方的東西 那我是因為從Litskin他設計了那個猶太浩傑博物館的時候 他當時 他在澳洲的時候他們去找他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就很簡單 他班傑的單向道 這個概念變成討華路線 台灣路線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是在地道裡面 在手 那我覺得是一個就是說 再來我才提了一個就是所謂的 就這個講座叫做壽宅 台灣話壽宅 壽宅其實那一個就是很哲學的東西 壽 他者 宅是主題 如果這兩個搞清楚了之後 我寫轉型這邊就出來了 我們今天會搞成所有的紀念館都有問題 就是這兩個字沒有搞的 那後來是粥味 就是空間 氛圍 不一定要是要做一個 現在我們那個芭樂很好吃啊 你覺得是台灣芭樂嗎 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啊 這個就是轉型正義啊 你這個才是最重要 你在所有的政權來我是覺得 隨來 你來我是覺得你沒有從土地裡面 就高醫生講的 殘水果給住 謝謝 我們家就是我外公是中三十六的 所以是中芭樂的 所以那個高雄在燕場那邊 我現在覺得芭樂跟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完全看不出來現在 我跟小時候是有什麼關係 它的確是一個非常混走的東西 那也許啦就是有這樣各種的走位 那當然可是如果說是走位的話 就是說能不能夠還原跟再現 以及我們試圖把它還原跟再現跟過去一樣 可是不同世代的人接收方 他們所理解的意義 可能本身又會有很大很大的差異 所以這中間當然還是有不少的事情要再去討論 OK 那我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我看這個地道的這個空照圖 越看越有 越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 這個 這些 引渡到這邊來定居的人 到底他們是 怎麼樣再過每一天 因為現在就是說 如果說現在要讓現在的人去感受 如果這一塊綠島 那有沒有辦法讓現在的人去過當時那些人 在那邊過自己的方式 因為這才是真正的體驗嘛 如果說這種感覺都不存在的話 真的就是一個現在的所謂的旅行者 到這邊來走一趟 頂多只是聽到有人在講說 欸 多少年前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對他來講就是耳朵聽到啊 他根本沒有那一種所謂的 真正的那一種所謂的感 那種生存的感受 我是這樣子的 只是如果說我們只是在談這種 地理現況對人所造成的意義是什麼 好 那這個是從地景的上面來看 那因為我有一個很好奇的事情 就是說現在就是一直在談這些 被抓去所謂路間的這些人 我很好奇的 在探管這些所謂路間的這些獄主還是獄官 對不對 他們活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的感受又是什麼 好像都沒有人去認識這一塊 因為人活的是相對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好像在我所聽到的 他們彼此不是比對的 那他們共同存在在生活在那個地方 那真正讓這兩種人 對不對 一個好像是被關的 一個是看管的人 對不對 其實都是被有一個 一群真正的統治者的意思 讓他們要陷居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的美佛到底的態度是什麼 好像都沒有人去論述 其實有相關的研究都在做了 其實有不少 那口述歷史也並沒有忽略掉那些獄主的部分 當然相對比較少 但其實也都有 那特別是美國在整個白孔的過程當中 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其實資料也都不少 OK 當然 那可能是 為什麼這些資料 或者在一般的大眾論述當中 並不被突顯出來 這可能是另外的一個議題 那非常謝謝您的評論 那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個評論也可以 就是OK 我剛剛只是想到一個比較 可能有點差的問題 就是我記得我以前看那個日本的綜藝節目 然後他就播那個 應該是版本農馬被殺的地方 然後他們有一個 那個地方已經變一個日本料理店 好像是BICE迴轉壽司的 然後前面有 那個店外面有一個牌子 說那個是版本農馬那個 可是那個主持人去問他們啊 沒有一個人知道 怎麼那一張牌子 牌子就在門口喔 但是他們都沒看見 然後大家說是這裡嗎? 那他們每天很常在那邊吃飯嗎? 他們也沒有想到什麼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去京都玩的時候也是 很多地方都是長這樣 就是說他有一個牌子 可是因為時代變遷很多地方都變了 就好像說像這個地方如果 假設啦 假設我們是為了記憶把它留下來的話 像跟那時候一樣就是還是一個監獄啦 或者說我覺得蠻恐怖的 因為這是算台北精華區 如果那個東西還留到現在的話 我不知道台北是變什麼樣子 就是說好像有些東西它不見是不得已的 因為你把它留著 比如說西門町那邊不是有一個那個 什麼 對啊那種地方 如果還留著好像也蠻詭異的 我這樣想 那所以 那我想要 就是我想要提的就是說 我覺得好像 我們的問題可能是我們的歷史教育嘛 可是 就算你 就算你 怎麼講 矯正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矯正 因為有些人很覺得是一種 它實在是反矯正 他們覺得他們以前學的是對的 那現在你們這樣講是錯的 那我們把它矯正過來以後 那 可是 似乎在整個社會大部分的人來講 他也 他就是聽過 但是他還是不會 不會很 就是說可能 在任何時代裡面 真正對這個事情有關心的人 可能都還是集體的一小部分而已 這樣叫集體記憶嗎 我不知道 我就說我的意思是說 集體記憶它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說 我聽起來我的想當然還有集體記憶 應該是說大家都這樣想嘛 可是好像 我的感覺是 可能不管在什麼時候 都沒有真正的集體記憶啦 因為 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能 他對歷史來講 他可能比如說 可能他人蔣介石 他知道有一個中正紀念堂 他知道那是紀念蔣介石 可能他一輩子 就是他對蔣介石這個人 的一輩子可能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他知道說他以前當過我們總統 大概就 我覺得大概認識就是這樣子 那白色恐怖 以前死很多人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但是他不知道 為什麼發生白色恐怖或什麼 那就算是 你去跟他講他可能也是 停停就忘記了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樣子的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悲觀啦 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到最後 不管在哪一個時代 不管用哪一種歷史教育 其實那種問題就是會一直存在 好 謝謝 我先簡單帶曹老師回答一下 回應一下 其實剛好跟剛剛前面的那一個問題 有一個關係 第一呢 其實不同 對許多人來講 可能連白色恐怖或講解石是什麼 都不太聽到沒有錯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我們沒有去做歷史記憶的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集體記憶在這一方面 我們沒有一個整個台灣的共同的集體記憶 我們只有分裂的不同族群的集體記憶 但它沒有提升到是我們整個台灣島上所有人的共同的集體記憶 這個是完全被壓下來的 所以在很多其他國家在談的那個集體記憶 在台灣其實是更下面的族群的分裂的不同的記憶 而且更多的是因為代曹的問題 有政治的問題不能談的問題 所以不同世代之間又被打散了 所以這一個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許多在做轉型正義的國家 他們會去涉及到的要如何去重建有共同的一種記憶 所以我們是有集體遺忘而不是集體記憶 所以這裡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而轉型正義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要如何去記住過去所發生的哪些事情 讓我們不要再犯 那所以轉型正義它某一個意義上它就是要去重建 或者是恢復我們某一種程度的一種集體記憶 但是呢不同世代當然沒有辦法 就像前面那位先生所講的就是 你就把人抓到綠島去走了一遍 其實你也不一定就會感受到之前的人 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情境當中 特別我們只要想到兩件事情就好了 你就知道它根本就太困難了 第一看恐怖片的時候你可以叫得很開心是因為那很安全 第二去鬼屋玩一趟出來一樣嘛 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 你也可以覺得很好玩很好玩 然後那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你知道那是假的 所以你才能夠去經驗它 因為對於實際親身經驗的人 對他來講那絕對不是隔一層東西或是假的 所以不同世代之間你本來就沒有任何一點點可能 可以重塑那一個之前的那一個記憶 那我們能夠做的其實就只有兩個面向 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通常就是你會做兩件事情 一是透過歷史的重新的建立 然後去選擇要記得什麼 哪些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們該記得的不要再犯 所以它已經提升到一個抽象的意義上來講而已了 所以大部分的國家能夠做的就是在抽象的意義上去談 我們要如何撼規人權啊自由啊什麼什麼等等 然後不要再犯 第二呢就是透過歷史教育可是是在更現場當中的教學的各種方式 我們去想辦法提升我們的想像力同情理解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那從怎麼樣去提升這一個同情共感加上去想像 那這其實在台灣幾乎都是一個空白的一個教育的過程 過去以來幾乎都是空白 所以我們連一般的想像力的培養 創意的想像力培養我們都很少 更不要說我們要透過想像力來回想過去的人 不同世代的人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東西在歐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教育的一環以及歷史教育的現場當中 是透過這一類的方式在進行的 那跟我們這種要一個單一的觀點把敘事 某一個族群理解的過去的歷史背起來記起來然後考試 這個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所以真的要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它本身又會涉及到其實 它是一個大的歷史教育的問題 而還不是歷史書寫的問題而已 所以其他國家在做這些轉型爭議的時候 是這麼一個龐大的文化的工程 所以我們當然有太多的還不足的地方 但是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最後再請曹老師可能對於幾個不同的問題 或者是評論來做一個小情的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 你時間交給我 我工作交給你 其實齁 其實齁 剛剛大家都碰觸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在這也沒有辦法仔細一談 我覺得啦 剛剛老師也已經透露了 我覺得齁 老師應該有那個能力跟機會 帶其他學者跟學生來立場 即便大家就可以自己帶 那我也很願意去 最好是兩三天 然後呢 現在重要的是要跟人心管建議 要讓這些學者參與 每年都有一個論壇 甚至半年一個論壇 只有透過這樣的教外意見 深入的實證研究 你才會有理論產出 那不然你看 等一下我介紹兩個 剛剛一個是紐約那個是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Justice 簡稱叫做ICTJ 我現在這個網站 你想不到就上去看 裡面甚至有什麼論壇呢 如果你去記憶 對未來是正向的NO 它會建立這種另外一派人的看法 來爭鋒相對 來討論 那這樣的火花 那不是要吼聽對方嗎 事實上更多的火花來參考 第二個是 我記得 歐洲應該是歐盟關係 其實我蠻少注意這一塊 那我有看了幾本他們所謂的 Memory Land 其實歐洲如果成為一個大的EU 它恐怕需要很多的identity 那這些identity又不能從各自的歷史 簡單說啦 你不能只站在自己的位置 你恐怕都要跳出來 所以那個記憶研究會不會這麼發達在歐洲 恐怕這個都是因素之一 那這個研究很有趣就是 它有一個網路上可以看到 叫做Coher C-O-H 大寫 E-R Coher 這個喔 它是在討論歐洲的遺產 怎麼成為共同的遺產 一開始 開通民意就說 這個當然是有需要預算 這個是有正式的決定 有實踐上的障礙 但是還是要透過學術的準則 去討論各個面向 那這樣子去進展 我想我也對他們的遺產 接下來了很多規範 那已經都是很下面的 那我們基本上台灣都 除了沒有記憶以外 我剛剛其實整個就是很希望 已經有前輩留下來的這個東西 你還好好的去創造也好 共同分享也好 你的記憶我的記憶 甚至大家的記憶記憶 明年開個論壇 可以嗎 沒有經費 人權往不責 因為它是我們繳稅 我不是開玩笑 我是說 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 不是在聽聽他們 你要幫助他們 外在的世界走到哪裡 上個月去搜 它是一個酷刑中心 那個建築很特別 它變成民主人權紀念館 四個字 三個字都進來了 民主人權紀念館 那它跟景美一樣 現在附近就整個區塊 要蓋一個新款 兩個德國人去 一個陽明亞人去 一個劍布山人去 那我會早去 因為沒有人去 那我就很敢看 我要翻英文資料給人家看 靠腰了 自己說過年前 看台語的英文的網頁 沒有 還好我有帶出去 那透過這種論壇 它可以留下去了 人家去的時候 整個paper 韓文跟英文 包括評論 通通要到齊 都在書裡面 這個非常地讓我覺得說 哇 我來參加這個問題 我們提早準備 那我想前輩創造這樣的自由空間 給我們最大的 除了想像力也要使勁力 就這樣子 有問題隨時在討論 以後隨時在討論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曹老師今天分享 那我們今天之後的活動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就是 有空的話 偶爾反正就是 如果你覺得星期五 還行還有空 說你覺得孤單寂寞 需要在這裡互相取暖 那我們都歡迎來到這裡 也慢慢的 多來幾次的話 這裡就會變成我們大家的共同記憶 或者是記憶的所在 大家是這樣子 我們在這裡有開始一個新的記憶的場景 又不一樣了 然後可能也會不一樣的時代 不一樣的新的人過來 非常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那如果還有各種問題了 麻煩就直接找 曹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